还要提醒您的是哦 在市面上买到的西洋森 可能有将近四分之一都是假货 卫生福利部呢 在三年前调查发现 有两成三的西洋森 是混冲价格比较便宜的人森 两者差价呢 将近了七十倍 不过呢 卫生单位表示呢 因为稽查人力不够 所以没有将卖假人森的业者 送到了相关单位去查处 因此呢 民间团体批评卫生福利部 是待乎职守 让民众呢 不仅花了冤枉钱 还可能会吃出问题 民众买西洋森 有近四分之一 可能吃到假货 卫生福利部三年前 在各地中药店抽检 共四十七件散裝的西洋森 结果发现只有三十六件是真品 另外十一件 约两成三是混用人森的假货 如果以顶级野生西洋森 來說 每台金就要价二十多万元 一般人森每台金三千元 就有两者价差七十倍 那基因森的话 这种的一两大约三四百块 不等 可是如果他抹粉的话 其实味道还是闻得出来 只是还蛮明显 实际将两者做比较 人森的外观恒文较粗 森味浓 味道苦 西洋森的恒文较密 且味道比较淡 口感苦中带干 尤其对治疗的患者 与适应症都不同 民众一旦吃错 对身体可能会有伤害 体质热的人 希望用西洋森来补 结果用人森来补了之后 就会上火 甚至会流鼻血的一个情形 卫福部则表示 这份调查属于学术研究 加上稽查人力有限 才没有将麦甲森的叶者送相关 单位查处 而且人森属于中药材 并不适用食品卫生管理法 食品法 但医改会痛批 卫福部态度消极 让民众白化冤枉前 甚至毋用而影响健康 记者 吴雅宇 林国荒特报道